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上好 感谢主我们可以聚集在神的家 赞美主所有的参与我们线上聚会的 不管我们在那里 神都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 我们在看的是雅哈王的故事 就是以利亚的生活的背景 以利亚活着的时候 是邪恶黑暗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怎样在所建立的殿上来敬拜那个巴黎 而在那时候 以利亚的团队他们继续地来敬拜真正的神 总是有一群剩余的百姓继续地信靠服侍永活的神 他们永远不会向世界的假神 俯复归拜 从这一群剩余的团队总是有见证心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亚哈王的对比就是 真的百姓会继续地敬拜神 所以我们回去看 所罗门王怎样建立圣殿 这是从那圣殿在摩利亚山上建造开始的 我们需要重复性地看这一切 因为这说到我们建立内在的圣殿 是说到摩利亚山 亚布拉罕所建立的在那里建立祭坛 因为几个星期看了大卫在那里看到神的天使 他的手中有拔出来的审判的剑 所以这是大卫所 大卫犯了一个伟大的 一个很大的罪 除了他与别士巴犯罪之外 这是另一个极大的罪 记载给我们看的 就是他比较迟一点的日子 比较年老的 所以我们有几个诗篇告诉我们 他与别士巴犯罪的 他写了一些诗篇寻求神的解禁和赦免 当他堕入罪的时候 他有没有写什么诗篇呢 当他开始来为以色列百姓统计人数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 诗篇30章就是他遇见那个天使拔出来的剑的诗篇 他就是仔细地说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诗篇30》这早上 《诗篇30》 他说到是大卫在宪殿的时候做这诗歌 或者是大卫在宪殿的时候做的诗歌 你看大卫没有献上任何圣殿 是他的儿子在宪殿 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 这一章是几个星期我们所查看的历史的背景的诗篇 大卫是诗人 他喜欢写诗歌 在神面前清新吐一 当我们读他的诗篇 我们就知道他内心的状况 比如说 大卫和几个长老 他们穿上麻衣 然后向神呼求 他们向神呼求 当他们看见天使在耶路撒冷拔出剑 他们向神呼求 俘腹在神面前 他们为什么向神呼求呢 他们呼求什么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诗篇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些细节 诗篇30 有12节 我们把12节分为五个部分 1到3节是第一个 然后4到5节 6到7节 8到10节 11到12节 这不是查经我们一节一节的查案 但我们要看这诗篇里面的主题 让我们默想的时候 让神对我们说话 1到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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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4节 2到7节 耶和华 我要遵从祢 因为祢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 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 我曾呼求祢 祢预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康 随着前三节 就像大卫站起来给见证 祂开始的时候是赞美神 我们就是这样子给见证的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见证神所成就的 跟我们所做的没有关系 所以见证是单单把荣耀归给神 清楚地告诉人是神做了什么 所以第一节 耶和华 我要遵从祢 这是一个见证 因为神把祂提起来了 祂说 因为祢曾提拔我 所以神把我提拔 它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意 就是把我拯救起来 从这个承诺当中 因为要沉下去了在水中 神就把他给拉起来 就是这个 所以当一个人要下沉了 他在寻找帮助 找不到帮助 他没有办法自助 神在祂的大怜悯中就把他给提拔起来 拯救了他 另一个经节说 义人的脚步被神所立定 他虽跌倒 必不至于下沉 因为神必用祂的右手扶持他 你看在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看见神的插手 一个人可能下沉 但神却绝对不会让祂的百姓下沉至海底 因为神说 他虽附倒 却不至于下沉 因为神必用祂的手把祂扶起来 所以在那里神把祂扶起来 扶着祂 神不只是扶着他,不让他下沉到坑底,神还把他救起来,这是不是很奇妙吗? 神扶着他,好让他不一直下落,神没有停在那里。 这是神的救恩地狱,不只是他拦住我们下入地狱,他还把我们提拔起来,放在应许之地。 神没有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把他们丢在旷野。 神完整的救恩就是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 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很迷失,我们会感觉迷失。 但透过大卫的见证,我们会受鼓励知道神会把我们扶起来,然后救我们。 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入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服侍的是何等的神,神扶持我们,把我们给扶起来,提拔起来。 然后这里他说,神你不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耀。 如果耶路撒冷那一天要被这个天使毁灭, 仇敌就会在那里取笑神的百姓。 虽然在执行神的审判, 但神总是赐下他的怜悯。 你看大卫说,你没有让我的仇敌向我夸耀。 神说够了,住手吧。 那个天使要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说住手了。 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会使耶路撒冷完全被毁灭。 神呼召了我们, 他在我们里面投资了他的生命。 我们和使徒保罗要一起相信, 那在我们里面开始了善功的, 会使他成就完全。 阿们! 那在我们里面成就了善功的, 他不会半途而非,使我们被毁灭。 成为仇敌的笑柄。 我们有这个确定, 知道神不会使我们成为仇敌的笑柄。 第二节说,神啊,我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你看在那时候神采来瘟疫。 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记载大卫在那时候有没有染疫。 所以有些学者就说这是指到大卫在其他的时候染病的时候。 你记得文艺发生的时候,大卫和其他的长老穿麻衣, 我相信这是在第二节,大卫向神的呼求。 他带着悔改,求神的赦免,带着悔改。 神就医治了他。 你记得大卫说,为什么你要惩罚其他人呢? 来惩罚我和我家人就好了。 当大卫向神呼求, 他本身就认了这个罪。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亲身认罪。 我们不要去抱怨别人, 不要去抱怨你的状况, 你的背景还是什么东西。 但我们要亲身认罪。 说,主啊,是我单单得罪了你。 是我配得着审判。 很多时候我们对救恩的故事太熟悉了。 我们忘记了,其实是我们配得神的审判。 我们没有一刻是不配得祂的审判。 我们是应当配得审判的。 所以我们要时刻面俯复于地, 呼求神。 求神,神赦免我。 求祢怜悯我。 我们就有这个确信说,神会垂听。 所以这里,大卫就见证神的赦免。 所以这里,大卫就见证神的赦免。 就是神赦免他,医治他的画面。 第三节就是一幅画面当神回应我们,还有赦免我们。 大卫在第三节说,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如果我配得神的审判。 如果我配得神的审判。 我就应该在这个阴间里。 我应该下到坑里。 唯有我们认出来了。 我们才懂得珍惜神怎样把我们从坑里救上来。 从这个坑里救上来。 保守我们活着。 要不然基督徒活着的态度总是,我是应当配得的。 我配得这个。 为什么神没有给我呢? 神不公平,神对我残酷。 但大卫他与神同行。 他知道他是应当配得神的审判。 因此他知道他的,他本来是应该在坑里的。 他的命定是在坑里。 他早就认出来了。 他没有抱怨神。 他没有抱怨别人。 他说我的位置应该是下坑的。 但神把我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 所以这三节就是他的整个见证的画面。 简短的视野告诉人,整个画面是什么。 4到5节。 所以他已经赐下了,给了这个见证和赞美神发生的事情。 现在他呼唤别人,也参与他一起来敬拜神。 这对我们是充满意义的,让我们来看4到5节。 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身之久。 余素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所以大卫呼唤神的百姓说,来我们赞美神。 让我们注意这点。 他说,神的圣名要歌颂神。 这些圣名是谁呢? 圣名就是那圣洁的。 他呼唤那些圣洁的百姓。 谁是那圣洁的百姓呢? 圣洁的百姓心里分别为圣的。 圣徒就是那圣洁的。 圣洁的就是那分别为圣的。 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 他在告诉我们一些深奥的东西。 他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是分别为圣的, 你就明白我所经历的。 我们就有共同的歌颂的诗歌。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 在万古当中,我的诗歌就是神你一路引领我。 透过历史的不同的世代, 总是有一些诗歌见证被唱起来。 是那神的分别为圣的一群所唱的。 他们继续地唱见证羔羊的诗歌。 他们不会歌颂自己。 但是他们分享共同的主题, 他们明白他们所经历的。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分别为圣的会免留。 他们并不会被免去过去这些人所经历的。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试探太大的, 对人好像是不普遍的事情。 因为这些试探对人是普遍性的。 整个世代中, 神总是把自己交托他的百姓。 他知道他的百姓会胜过。 所以神给他们经历的, 不会是任何他们所无法承担的。 所有的圣徒,所有分别为圣的。 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赞美的诗歌。 赞美和对神的感恩。 第四节说, 你们要歌颂祂,祭念祂可纪念的圣名。 当我们记念耶稣的圣名, 感恩就从我们里面涌流。 这个危险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变成苦毒。 有时候我们会变成不饶恕。 有时候我们会堕入许多拦阻我们前进的东西当中。 但是大卫, 提醒所有分别为圣的人。 当我们记念神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苦毒的东西出来。 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应该是, 神啊,我感谢祢。 神啊,祢是信实的。 祢对我是那么的美善。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那么的鼓励, 这就是大卫劝他的百姓。 第五节有些人说, 这是整个诗篇的重要点。 当你读的时候, 你也会喜爱这一节。 他说到我们的神是谁。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他会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是永恒的。 一束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首先我们要承认, 有审判, 也有从神来的愤怒。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事实, 就是神是会生气的。 如果我们无法接受, 我们的生命总会有哭泣的。 那我们就无法享受神为我们所存留的。 因为首先我们要先珍惜神的愤怒。 神的审判。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珍惜神的恩宠。 你需要先珍惜那个哭泣的时刻。 然后喜乐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完全地经历它。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一个, 然后我们就错过了另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一个, 但是我们却只要另一个。 这并不会发生。 因为如果你只是拒绝一个, 你怎么可能领受另一个? 这两者是一起的, 是一起来的。 两者都需要共存。 两者都需要被珍惜, 被珍藏, 承认和被接纳。 所以大卫经历了神的愤怒。 当神停止这个审判的时候, 他才能向我们见证说, 这是一下子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他的恩典,他的美善,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哭泣。 但只是一夜之间。 只是一短暂的时刻。 但是早晨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喜乐欢呼等候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顾念我们, 他爱我们。 我们岂能怀疑神的美善呢? 所以我们应该参与大卫的呼唤来感谢神,赞美神。 所以我们在《启示录》读到, 我们有群众的人在那里感谢神,赞美神。 然后当有人问, 这些百姓是谁呢? 圣经就说, 这些人是经过大患难的。 你看这些人经历了大患难, 他们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对神的感恩和赞美。 这些是分别为圣的百姓。 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哭泣。 他们明白神的愤怒。 他们明白神的愤怒。 但是他们却还能够参与天使, 似活物, 还有圣徒在那里赞美敬拜神。 我们是否要做他们的一部分呢? 那我们首先要清楚神的愤怒。 我们不可以拒绝那个哭泣的时刻。 我们必须允许受苦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 做我们的教师,做我们的恩惠。 阿们。 所以我们从大内领受怎样的鼓励。 当他见证了之后, 大概同该上的见证之后, 他开始告诉百姓,鼓励他们一起来敬拜神。 现在他开始深入地分享所发生的事情。 他怎样去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能够感谢神。 他怎样去到这样的地步, 他悔改向神呼求。 因为他需要到达一个唤醒的地步。 不然他不会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向神呼求赦免。 跟其他的长老一起身穿麻衣免赴于地。 所以发生什么事呢? 让我们看诗篇的第三部分。 6-7 我要称这个相遇成为唤醒。 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你成诗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淹了面,我就惊慌。 所以这里大卫是在说什么呢? 为什么说他遇见了唤醒呢? 第六节他说, 我房市丰盛的时候, 我必不动摇。 他是在说什么呢? 他是在承认他的骄傲。 你记得他开始去依靠他拥有的人数。 开始心里自傲。 他开始叫他的统领去数算他们有多少的军兵。 他认为说,在他凡事平顺的时候, 他本身永不动摇是因着他自己。 他心里骄傲。 他心里骄傲。 他自我依靠。 他自我满足。 他觉得他自己足够了。 在他自己里面。 和他的军兵的尺寸的尺寸的尺寸, 让他感觉他完全安全。 他觉得他庞大的军兵, 使他感觉安稳。 所以他说,那时候他觉得他永不动摇。 当他开始看见他自己的骄傲的时候, 他就唤醒了。 你看,骄傲是在毁灭之间。 所以我们要时刻学习在神面前谦卑。 所以那个军兵的人的数。 所以我们生命中军兵的形状是什么呢? 对大卫来说,是这些庞大的军兵使他感觉安稳。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来使我们感到安稳。 我们不会知道的,直到试炼来到。 直到神的审判领到。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 你心里依靠的是什么呢? 你心里是在什么方面找到满足,找到供应呢? 很多人在他们的存续上找到安全感。 或者是在他们的投资上。 这也不是错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存续,还有有智慧的投资。 但有时候不知觉的,这些东西成了我们所依靠的。 我们感到安全感到我们有这些钱。 但我们银行有这些部分的钱的时候,我们觉得安稳,安全。 有些人是在他们的工作上找到保障。 如果我有工作,我就有金钱,那我就是安稳的,安全的。 有些人在他们有认识多少的人在那里找到力量。 我知道这个大人物,我知道那个有钱人,我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我认识他们。 有些人在他们的成就方面找到安全感。 他们的技巧。 他们的才能。 他们自然的能力。 可是当其中的这些东西被动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发觉,我们是否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 我们是否使这些成为我们的自主。 我们所依靠的。 所以弟兄姐妹, David was awakened when he said, Why did I go and ask them to count, do a census? 当大卫他突然就醒过来的,他说,为什么我叫我的统领去数算军兵呢? I must have been very proud! 我一定是心里骄傲。 我以为说,因着我有这些东西,我就永不动摇。 你看他就唤醒了。 我一直以来依靠的是我的军兵的人数吗? 唯有这样,他才悔改寻求神的赦免。 他就开始学习来依靠神。 第七节。 他说,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他认出了是神使他刚强。 是神的怜悲。 是神的怜悯。 使他赢得所有的战。 使他的江山稳固。 然后他继续地说,你淹了面,我就惊慌。 当神显示了他的怜悲。 当神显示了他的怜悯。 他的江山就稳固了。 当他开始犯罪, 神就向他淹灭。 他就开始受困扰惊慌。 他学习了神的掌主权还有能力。 如果神不施恩,我们就得不着恩典。 如果神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蒙福。 这一切的主权都是在于神的恩典。 不管神, 给我们什么都是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 大卫学了这个信息。 并不是他所不知道的。 这跟我们也一样。 有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的。 。 可是我们被推到角落的时候, 就使我们深深思考。 思考说,难道我一直来依靠的就是这个。 当动摇来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的根基是那么肤浅。 任何时候, 这一个根基都能够跌倒的、崩塌的。 但如果我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就是基督, 我就不自动摇。 我可以依靠他的大能。 我可以依靠主的掌主权。 他爱我。 不管他做什么对我都是好的。 让我不依靠我自我充足, 自我供应的这个。 所以即使在我们活着的现代, 这个两个境界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需要来到这个唤醒的地步。 我在哪一方面引许骄傲进来呢? 我在哪方面为自己提供自我供应呢? 自我充足呢? 我在哪一方面是依靠的,而不依靠神的。 然后我宣告说这是我的祝福,我的丰盛。 主啊,求祢赦免我们。 因为一切都是靠祢的恩典。 如果你不向我们施恩, 我们就要落入坑中。 如果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 我们就比罪人更糟。 如果不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永远都是被定罪致死。 所以主啊,求祢赖免我们。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唤醒的地步, 它就成了一个台阶, 使我们向神呼求怜悯。 当我们开始唤醒起来, 发现自己的根基就是这个。 我们就会向神呼求。 就是使我们进入第四部分。 8-10 当大卫开始向神呼求神的怜悯。 8-10 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肯求说。 他开始进入带导求神,不要审判这些百姓,不要对付他们。 就像我们所学的摩西亚伯拉罕都行了这事。 他们为其他人代求。 当你被唤醒, 你要神的怜悯。 不只是为你自己, 也为别人。 神啊,我们都是被罪所污染的。 我们都是罪人。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更好。 我们不可以看自己比别人高。 这个试探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是属灵的。 我们就比别人更好。 我们是那义者。 但不是的唤醒会带我们到一个谦卑的地步。 我们会为每一个人呼求神的怜悯。 主啊,在我的眼中可能他们会犯更多的罪。 在我的眼中。 我可能看见他们做更多邪恶的事情。 但神啊,并不是让我来判断。 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你的怜悯。 我们向神呼求求祂的怜悯。 神啊,求祢怜悯我。 他就开始发觉祂的罪。 他就开始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 你看这也是我们在启示录所学习的。 但我们宣告神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 我们就不与神的审判征战。 而是呼求神的怜悯。 9-10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 成都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 耶和华,求祢应允我,怜悯我。 耶和华,求祢帮助我。 所以我们看到在约10很清楚, 他在寻求神的怜悯。 你看第10节,清楚地他在寻求神的怜悯。 他求神随听祂的呼求。 不只是怜悯,而是神啊,求祢做我的帮助。 求祢成为我的帮助。 不只是来帮助我,而是求祢成为我的帮助。 因为没有祢,我什么都不能做。 他来到对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步。 神啊,你必须做我的帮助。 你必须进来,来插手。 如果你不来插手,我什么都不能做。 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就是,在第9节为什么大卫这么说。 好像大卫在跟神进入逻辑性的争执。 他在跟神说,如果我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 但在这些自问的问题当中, 有一个真理的真宝在那里。 他说,在那里, 他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美你呢? 你可能认为这与我们所知的不一致。 在天上,有各种各样的人赞美神。 当我们去到天上,我们也会继续地赞美神。 但为什么大卫说,尘土岂能赞美你? 大卫这里尝试要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有这个属世的赞美。 唯有我们还活着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的。 有一种地上的赞美, 只有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才能够做的。 当我们去到了天堂, 我们在那里的赞美是完全的。 可是在那里, 没有试炼,没有患难。 所以在那里,天堂的时候,天使要参与我们赞美。 在天堂的时候,所有属灵的活物都要参与我们赞美。 可是有一些事情是天使和这些属灵的活物不能做的。 他们不能够献上地上的赞美。 他们只能够敬畏地、惊讶地站在那里看。 每一次他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受造物。 在试炼中, 但是还选择赞美神的时候, 这样的赞美只有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才能献上的。 在肉体中的时候, 献上自愿性的赞美。 这样的赞美是天使无法献给神的。 这样的赞美是在逼迫中的。 在试炼中的赞美。 所以大卫在说, 神啊,求你怜悯我。 求你赦免我。 让我们继续,让我继续地活着。 好让我能献给你这地上的赞美。 这地上的赞美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 使我们在世世代代中一直地献上。 即使在这个千禧年过后, 或许在宇宙中神会拆遣我们到各处。 去告诉他们见证关于这个地上的赞美是怎样的。 到宇宙的别处,告诉别的受造物。 他们所未曾经过的这些逼迫的时候的赞美。 他们就会惊讶地、敬畏地站在那里看。 他们可以看见这些人向神献上的自愿的赞美和敬拜。 这些人在患难中还是选择爱神。 选择在试炼中,在逼迫中还是选择赞美神。 所以这些对大卫是宝贵的。 他明白他的一生,活着好像那个难民。 逃避小罗王。 经过患难。 但每一次他都在其中找到空间来赞美神、爱神。 他也知道这对神是宝贵的。 他也要那分别为圣的也培养这样的性情。 不管我们经过什么,我们都能赞美祂。 我们都能爱祂。 这在地上的赞美和敬拜我们能够献给神的。 对神是宝贵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当大卫向神呼求怜悯, 他就提醒神。 神呢,当你施怜悯的时候, 你会有一群的人在地上爱你,赞美你。 这就是你的怜悯会在这些百姓身上所做的。 你的恩典和怜悯会产生出一群的赞美的人。 感恩的人。 阿们。 这是很难的。 十个麻风病人被医治了, 只有一个人回来。 这些年代的难以找到免贵, 恶蜂和爱。 都有这样的人,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感恩的敬拜,感谢神的。 怪不得天父一直都在寻找, 真正的敬拜者。 所以在试炼,在逼迫当中, 让我们不要忘记, 要回来感谢神,敬拜神。 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 当你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 你要把它算为喜乐。 在火炼的试验中, 我们要赞美神,敬拜神。 在那里,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喜乐。 我们就找到我们永恒的天命和产业。 那世界外面的任何东西, 都无法动摇我们,影响我们。 因为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能够在伙伴的试炼中, 还能够赞美神,爱神。 所以我们来到了十一和十二节。 你记得上星期我们说, 大卫说,他不会陷上任何不需要付代价的东西。 好像保罗所说的, 弟兄姐妹,你们要把生命当作火祭献上。 这是大卫在十一十二节所说的同样的主题。 你已将我的爱库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将我的灵歌送你并不住身。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让我们看十一节。 大卫说,你已经使我的爱库变为跳舞。 这是一个表达出来的。 别人看得见的。 他说,你把我的麻衣脱去。 你记得他与那些长老穿上麻衣, 俯复哭泣。 可是当神引领了他, 神就把他的麻衣脱掉了, 给他穿上新的衣裳, 就是喜乐。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外在看得见的。 是的,神在我们里面动工。 我们开始想要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 这是从我们里面开始的。 我们里面开始唤醒了。 然后我们悔改了。 我们求神的赦免。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 现在我们活的生活方式, 是每个人在外在所看得见的。 这样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 是彰显的,是看得见的。 别人眼中看见你在跳舞。 别人看见你穿上喜乐的衣裳。 所以上星期,当我们在祷告中结束的时候, 我们说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 就好像在诗篇所说的。 主啊,求你把我绑在祭坛的脚上。 所以不只是一次的决定,我悔改了,我要为你而活。 而是说,主啊,把我绑在那个祭坛上,我不要从这个祭坛下来。 把我绑在那祭坛的脚上。 让我活出来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 好让人看得见。 别人所看见的就是,我是一个活祭献给神。 你看到活祭,并不会尝试要吸引人的注意力。 他们是向神献上的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归于神的。 12节。 他说,好叫我的灵,我的荣耀歌颂你并不住身。 好让我在永远并不住身。 他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在这件事,大卫说,我要永远永远地对你感恩。 把我绑在这个祭坛的脚上。 让我成为你永远的祭。 让这火继续地燃烧。 而我要成为这火祭。 让火继续地燃烧。 让我把新香献给你。 把爱和敬拜感恩和赞美献给你。 永远地。 让我成为这祭祭。 让我感谢,向你感恩。 永远地。 天父,我们感谢你赢着这诗篇。 主啊,我们可以撇大卫的心意。 你对我们说话是充满智慧和真理。 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学习。 我们祷告,求你的话语喂养我们。 刚强我们。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祝我们真正能够从这四篇三十篇, 而把它活出来。 祝我们继续地成为这火祭。 对那些需要唤醒的。 主啊,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做。 主啊,那些在患难试炼中的。 让我们选择继续地赞美你。 继续地向你在地上所能献上的赞美的真伴。 献给你所有的荣耀。 因为就像大卫在诗篇所开始的。 你不会允许我们做仇敌的笑柄。 大卫知道最终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就是大卫的后裔。 击败了仇敌。 击败了仇敌。 而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这坎。 所以我们能赞美敬拜神。 在试炼中、患难中, 我们能够永远地感恩。 所以我们祷告圣灵。 使我们里面有这个唤醒。 强强我们。 对我们清楚地说。 主啊,我们要使祢成为我们肯定的根基。 或者是其他的根基都是沉的,沉下去的土。 我认为祢是我们坚固的盘石。 是我们所依靠战力的。 我们感谢祢。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